所以特別派 德沃尼科夫領軍啊 這個恐怖人物 這個傢伙是 他就是燒光 炸光 然後這個殺光啦 你覺得他派這個是不是 當然是 他從俄羅斯掉 全世界最大的破吉炮 對啊他們 要把他轟掉 很不幸就是正常 在這一次 整個故事裡面 真正最棒兩面討好的 不是一度是XXX 我真的覺得他真正 兩面討好的期限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講 就俄羅斯已經決定了 原來在整個俄羅斯戰場 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是沒有種子回關的 然後 他派了一個 屬性 特別派 德沃尼科夫領軍啊 這個恐怖人物 這個傢伙是 這個 敘利亞 是從敘利亞以來 以 懲暴平民 主稱 那 因為他在那邊 被 被傳出使用化學武器 他就是燒光 炸光 然後 這個殺光啊 現年60歲的德沃尼科夫 是俄國殺場老將之一 在敘利亞戰區 向來與對平民殘暴出名 他現在接掌 俄軍在烏克蘭下一階段戰役 美方並不認為 藝人能改變整場戰爭的發展 截至目前 俄國地面部隊 並未設戰爭總府回關 你覺得他派這個 是不是真的想要5月9號結束 當然是 那 那 真的就是 我跟你講 有一些武器 戰爭法 是限制對平民使用的 嗯 比如說白鈴彈 白鈴彈就是 因為白鈴彈沾到了 是會一路燒到骨頭嗎 用水任何方式撲滅不了 那 可是 坦白說 這個 好幾個戰爭都看到 包括美國 還有以色列 俄羅斯都用過 那他當然會說他是針對軍人 他一定這樣講 另外一個是溫壓彈 那個是 那個是 會把氧氣吸光 然後第二次爆炸 那溫度可以瞬間到達上千度 就是把你整個燒掉 就是把你整個區域 無一性免 就是在 屍骨無損 在防空洞裡面 你也照樣自行而死 那會使用這種武器 通常坦白說 都有一個政治目的 就是要讓你找不到屍體 而且要治理 就是他這個地方 一切從頭在哪 就是找不到屍體 然後要 迅速鎮壓當地的 敵軍 比如說這次那個誰啊 那個馬利夫波爾為什麼 鋼鐵場回那麼久啊 那據我瞭解的是 那個鋼鐵場本來就是 蘇聯時代的模範鋼場 那個鋼鐵場非常非常大 而且 蘇聯時代 特別把他加固 然後往下蓋了四層 所以基本上 俄軍如果硬碰硬 一定會死很多人 所以他就一直沒有衝鋒 那不是也聽說 烏克蘭直升機 曾經試圖來這邊救人嗎 那可見裡面有一些指揮官 或是有一些重要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烏克蘭人 不確定 不敢講 總之這個地方非常重要 那結果他從俄羅斯調 全世界最大的迫擊炮來 對啊他們 那叫玉金香 那感覺是要做炮戰 要把他轟掉 我跟你講 因為 那個他用普通的炮去打 像搔癌 就那個鋼 打不穿 強化鋼 沒有 所以他就回去掉 那個破擊炮 玉金香 破擊炮是 240毫米 口徑 那簡直就是 我們的八寸條 好不好 那個 240毫米 24公分 你想想 多大 對 那個 打出去的炮彈 你看有幾公斤重 嗯 那 很不幸就是這幾天可能就要轟了 嗯 所以不是傳出那個烏克蘭 海軍陸戰隊那個指揮官的決定書 對啊 都沒辦法了 不要怪我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但 但我要特別講 我這個人喜歡看細節 BBC有特別講 所以我都講細節給你聽 對啊對啊 他把那個俄羅斯在本土公佈的那個死亡 從陣亡將士名單呢 嗯 抽出來 他發現第一個 軍官 非常多 20%是軍官 嗯 然後15%呢 是來自於空降部隊 啊對對 你是說俄羅斯的那個死掉 因為我們這樣講 烏克蘭講說 他們死了 這個俄羅斯死了嗎 兩萬人 但是俄羅斯對內公佈的只有大概1800左右 所以BBC呢 就去爬出這些資料 嗯 他得到了一些狀況 就是 第一個 20%是軍官 嗯 可是你記不記得 以前我們講以色列的時候 嗯 都說只要打仗以色列軍官死最多 因為他們都站在第一線 可是 BBC的分析他說 因為這個戰術跟北約不一樣 一般來講 在德國 世關體系 不是很重要 嗯 世關體系呢 不做決策 都是由軍官體系下地 所以導致他的軍官呢 必須要到第一線去帶兵 這個是跟我們問題不一樣 不過那個 對可是你特別講到空降 因為死亡空降占15 對 很多位 六分之一 我知道 所以讓人家懷疑是 後面的部隊沒跟上 那因為空降你也知道 他不能帶太多武器 對 一定都輕裝 對吧 所以身上沒有重武器 所以你如果後面沒接上 一定都被打死 我們這樣講 這個 因為他的戰略分析是 第一個 空降部隊絕對是各國的部隊裡面 最有士氣 體格最好 士氣最佳 戰鬥力最強的 可是偏偏他們的武器不夠重 所以他說第一天 俄羅斯的空降部隊就攻佔了安托諾夫機場 可是後來白俄羅斯的部隊接不上 對啊 後來就被人家 被打回去啊 是啊 那這個其實就是 那你就是沒接上 這個就是一個明顯的失誤 那當然那個 街頭的那個部隊 剛才回去要打屁股 是沒錯 如果能活就回去 不是啊 沒有街頭吧 什麼 就 他沒有街頭死的是空降部隊 對啊 就死的是空降部隊 沒錯啊 對啊 俄羅斯這次 很多 其實我 我覺得俄軍是這樣 因為他 大家都認為俄羅斯是全世界第二強 所以你就對他的期待值很高 對 那這次你才發現他的電子零組件 戰場的偵測 那種能力 不行 其實不好 對 那 轟 轟 轟路的那個 閒頭作戰 也不行 也不行 這個其實 因為我們比較常看到美國 他就會想說你是No.2 好歹應該不差 結果真的距離期望值蠻遠的 就 一試驢是馬 六放出來六六就知道 俄羅斯的無人機啊 竟然沒有真打一體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落後到這個 對啊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TB2 我們解釋一下真打一體就是能夠偵察能夠打擊 就是他有發射導彈 對 他上面自己就有裝導彈 我跟你講 上次在阿拉伯 阿拉伯 阿拉伯球長 聯合球長 阿聯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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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阿聯酋是買中國的翼龍 對 成都翼龍 對 翼龍還是2017年第一代 是舊版阿 他就打贏了TB2 嗯 就實際上TB2並不是那麼先進 對啊 結果俄羅斯竟然 連TB2都打不過 嗯 然後他的 無人機 他後來不得不用無人機 你知道 那他的無人機不是為了攻擊 你知道 他是為了測位置 然後用炮兵 用炮兵去打那個點 那你就知道 他測之敵人的位置 就是落後到這個程度 他沒辦法攻擊 他沒辦法看到就攻擊 事實上 如果要用無人機 作為打擊的部隊 看到那第一時間就打了嘛 對啊 我們先這樣 斬首就這樣斬首嘛 我先看到 查打一體 我直接就把你指揮中心 或指揮地方炸掉了 對嘛 我還等這種東西 這個就是讓我非常意外 因為無人機的技術 大概就是最近十年 土肺猛技術 他怎麼在這個部分放棄 因為剛剛有網友講說 俄羅斯的無人機 就是裝Canon那種民用相機在裡面 就是 搞不好跟大江差不多 只能偵查 對啊 那只能偵查 而且我這樣講 這個 俄羅斯有真打獵戶做 但沒有用嘛 真的沒有用 量很少啦 還是要看量 而且有一個最大的東西 就在這一次 整個 故事裡面 真正最棒 兩面討好的 不是印度 是土耳其 土耳其一邊收嗎 俄羅斯的錢 買俄羅斯的S-400 讓他的石油大亨呢 把他的那個帆船啊 那種遊艇停在他那邊 一邊賣無人機給烏克蘭 對 土耳其S-400後來沒有買成 後來沒買成嗎 那美國不賣他F-35 那但是 他同時跟俄羅斯交好 然後同時賣 烏克蘭TP2 對 然後TP2就把那個 中甲部隊 俄羅斯中甲部隊 打了那天翻地覆 沒有錯 這個 我真的覺得他真是兩面討好的極限 一邊殺你國人 一邊收你 你有沒有研究過他的歷史 俄羅斯 俄羅斯最近這 至少在蘇聯之前 1917年往前推 120年 都在跟奧斯曼托吉帝國 奧圖曼托吉帝國 應該是叫奧斯曼 為什麼叫奧斯曼呢 因為人家皇帝的名字就叫奧斯曼 那可能是我小時候看的 課本又錯了 俄統戰爭 持續倒了 一百多年 當年 突爾吉很強的 他那個第一次大戰 就瓦解出一堆國家 那沒有辦法 就是 我覺得俄羅斯的軍改 將來會看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旺旺水神抗俊義 他在整個的物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